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在家乡烟随手放,若被小孩拿到也会被罚钱。 台南市卫生局稽查不到18岁的青少年抽烟情况,有青少年表示因为父母有抽烟,自己想抽时就会拿家中的烟来抽。 对于将烟随意摆放的家长,卫生局今年已开罚三件,一件罚1至5万元不等。 据联合报报道,南市卫生局表示,台南106年即今年截至目前所取缔的提供烟给青少年的案件中,统计青少年取得烟品的来源,占大宗的为同柴给的106年即今年目前分别为67.5%,50%,其次为商店贩售。 106年即今年今年目前分别为30%,40%,屈子父母位居第三,106年有2.5%,今年目前则达到10%。 卫生局表示,按照烟害防治法,提供烟给青少年者必须受罚,经由询问有抽烟的青少年,发现烟品来源除了购买,多数是同柴给予,有部分则是从家里取得。 只要青少年具体描述出情形,就会前往调查并开罚,若提供烟品的人还未成年,则是对其父母开罚。 去年财罚40件提供烟品案例中,没将烟收好的家长有一件,今年至目前财罚的30件中则有三件,自由电子曝关新年,吸烟有害健康。 去年财罚40件。